在習近平上臺之後 他打出了中國夢 也祭出了一帶一路 不過現在卻別形容是 這個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 已經處在臨界點了 包括我們看到很多的 這個國家 巴基斯坦 他其實長期是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參與國 但是現在欠了中國大陸的債務 高達了一百八十四億美元 包括像是孟加拉 他們現在也很不滿 說中國跟他們提出的一些承諾 現在大部分都跳票了 不過玉峰 現在大家最關注的 就是在柬埔寨了 柬埔寨現在竟然變成是一個詐騙的地獄 對 在柬埔寨那個地方 其實有非常多的臺灣人受困在那裡 那麼現在的話 他們統計大概有五千人 五千人做了單程機票 到了柬埔寨那個地方 結果回不來 但是臺灣目前的警方救了多少人回來 臺北市大概是救了六個人 然後行事局大概是救了十一個人 但這個人數慢慢會變多 可是你想想看 包括十一個 就算我們算他二十個好了 五個加十一個 我們算他二十個 如果加其他縣市政府警察局來講 二十個的話 那你對比這個五千個人 其實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那麼現在的話 在那個地方有三個 一種詐騙的一個方式 第一個就是告訴你說 我們在這個地方 在西港 在西港的話 他有很多的一個投資案 那這個西港 你就把它想像成什麼地方 想像成以前的澳門 所以在第一個騙法 就是說你先來這個地方 我們會包吃包住 然後你月入 大概有十萬塊的一個台幣 你在臺灣你可能是個魯蛇 但是你到了西港 你就可以飛龍在天 你就可以幻化成一個 就不再是魯蛇就對了 可是你去地 你去要去掏金 但是你可能就會在 掉在那個地方 你就會被扣住 那如果是男生的話 你可能就要去做詐騙集團 如果是女生的話 你可能很不幸的 你必須要被性侵 你可能會遭遇到 這種悲慘的一個事情 然後性侵完之後 還會把你轉賣 那這個的話 就是你懷抱一個夢想 你要去去那邊掏金 那另外一個的話 其實他只是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 職務的一個詐騙 什麼意思 譬如說你是魔術師 他會給你一個報價單 他會請你提供一個報價單 就是說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有一個很大的 很盛大的一個宴會 所以我們需要你來 可能就是四天三夜 可能只是兩天一夜 然後他會用一個 經濟公司的方式來騙你 那你 要魔術師去表演 對 然後他會把 run down都弄給你 你會覺得說 我們在 因為他不知道 不知道那個地方 真實的情況 所以他就會覺得說 你看有run down 然後有這個場地 然後有經濟公司 你就覺得一切都是真的 但是你一去之後 你一下了這個飛機 你就會被帶到一個小地方 那小地方之後 車子就把你接走 接走之後 你的護照什麼都會被收走 所以如果你是覺得說 我就去接個case 我就去賺點錢 但是你也有可能 就這樣子被騙走 那現在第三個的話 就是因為新聞變多了 然後很多人就想說 你看我們台灣有5000人 在那個地方 很多人就說 就覺得我要趕快去救人 或者是我要來幫助 那現在的第三種詐騙的方式 其實是最新最可怕的 他弄了一個 比如說救援的一個集團 然後弄了一個粉絲頁 弄了一個網站 就是說你要不要來救人 你的台灣的家屬 你可以跟我們聯繫 跟我們聯繫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你的小孩 或是把你的這個 流露在那邊的親戚 給救回來 但是從頭到尾都是假的 你等於說 你把你的資料留給我 你把你資料留給我之後 我就回頭來炸你 他假裝要幫你救人 對 假裝要幫你來救人 但其實就是把你的錢 給騙走 甚至的話 這可能還會有兩頭洗的問題 第一個我有你的資料 我可能先騙你的錢 但是第二個比較嚴重的是 我可能再回頭 再配合那邊的黑幫 把你的小孩 把你的親屬給抓出來 然後這時候 你可能就要面臨 小朋友被轉賣 那你要不要再多花一點錢 去把他救回來 所以這三個詐騙的手法 其實他就是一套一套 把他給騙下去 那我們來看下一頁 那下一頁其實我們會想 你為什麼西港 會變成這麼可怕的一個地方 跟一帶一路有沒有關係呢 因為你剛剛有提到 其實這個地方 原本是想要發展成是一個小澳門 向發展博弈事業 那麼好像當初一帶一路推了之後 好像很多的這個中國人 到當地去逃進 其實西港這個地方 在當初只是一個小漁港 那時候這個大陸的一帶一路 資金進來之後 他就希望把西港 然後跟對跟他們的這個金邊 變成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園區 所以西港在一帶一路的一個建構之下的話 其實他的基礎建設工程拿到了一帶一路的錢 就把他弄起來 但弄起來之後 其實你知道嗎 柬埔寨他叫做王國 所以你大陸人也好 台灣人也好 你不能夠去那個地方 你可以買房子 但是你的房子是沒有土地的 所以在那個情況之下 就很多人就進去說好沒關係 我們跟柬埔寨的人來合作 所以我們可以變成一個公司 比如說控股公司 我們去炒作炒作那個土地 所以他是只有地上泉嗎 類似上只有地上泉 對 他只有地上泉 所以你會覺得說奇怪 你現在看到非常多的一種爛尾樓 然後甚至在下面的話 你的工程就直接坍塌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在一帶路的資金下來之後 他只做一個大型的港口的一個建設 但是其他後面 後面的樓盤 你就是一個民間的資金 那你想想看 我真的要蓋房子 我真的要蓋得很好嗎 我不用 我只要蓋出一個樣子 我就可以拿去賣 我就拿去賣 甚至我可以拿去洗第二盤的人 簡單的來講 我就是沒有土地的權利 我不可能要長長久久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看 現在房子蓋不下去變爛尾樓 甚至這個樓 是他蓋爛尾樓 然後蓋到一半突然坍塌 整個人就 整個監案就砰 就混亂下去 這在台灣是很難想像的 可是在西港那邊的話 就是現在的一個狀況 那那個時候 很多資金進來的時候 其實在西港 就被做成一個黃毒毒 有這個色情 有毒品 有這個 還有這個詐騙 那其中的話 你想想看 他那個時候 為什麼要禁止網路賭博 那最簡單的情況之下就是 第一個我炒這個土地 但是如果你沒有錢的人 詐騙集團我要做什麼 我可能在那個地方 我開一個網路的公司 網路公司是做賭盤的 是說這個網路簽賭 那時候給了非常多的這種賭牌 所以他需要很多大量的一個人力 去那個地方去做 可是那個時候在2019年的時候 他不可以禁止網路賭博了 所以他不發賭牌了 他就是一個禁賭令 他寄出了禁賭令 2019年的時候 對 那你想想看 這禁賭令的話 肯於就是說 好 我前面有一帶一路的資金 可是我這是港口的基礎設施 做好了 但是我的其他的民間的 沒辦法起來 那你又把禁賭令 給弄下去之後 變成說他整個資金給抽空了 抽空並不是說 我這個賭博網站 做不下去而已 你想想看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項目 你在雲區裡面 你沒有人 沒有錢 然後玩下去的話 那誰需要房子 我就不需要房子了 講難聽一點 我土地都沒有所有權 我還需要你這房子幹嘛 所以房子這邊的資金也被拉開了 所以這個西港瞬間 他的收入就跌到了谷底 那跌到谷底之後 會變什麼狀況 這些人還是要賺錢 所以後面就會出現很多詐騙 那詐騙如果賺得到錢也就算了 那有些人被騙去之後 比如說我們台灣人被騙去 但是他詐騙又騙不到錢 所以最後才會有出現一些 比如說器官 還有一些比較更不好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們看到就是現在當地的話 我們可以說是這個詐騙集團 他們是當初來到這裡掏金的人嗎 其實有一大部分都是去掏金的 然後有一大部分 他就知道說我就是要去做詐騙的 所以他們心態是很不OK的 他們當初是覺得說我要去當加害人 但是沒有想到從2016年至2019年之後 整個禁毒令下去之後 發現市場狀況不對了 不對之後你來不及逃的 或者是你沒有做到幹部的 或者是你沒有後面有金主的話 你反而就在那個地方變成了被害人 好我們說到這個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 原本當初可以讓柬埔寨來受賄 沒有想到現在反而是變成了詐騙的地獄 我們說到大陸的經濟 是不是自己本身也面臨到一些問題 像中國人行在間就突然宣佈降息了 我們先休息一下稍微回來